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 我覺得中國在中東是這樣 就是他沒有術笛嘛 那歷史的音樂也都沒有介入 那也沒有宗教問題 所以 看起來是人人好啦 可是這樣也意味著 你不會有很深的交情 你懂我意思 缺乏歷史連結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比如說我舉例 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學生會去美國留學 或者去英國留學 去中國留學的很少 我講的是精英 政治精英 或者是軍事精英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不想介入 他只想做生意 所以他不會刻意去搞這個嘛 可是你看中國跟非洲 東南亞部分國家 他就會有這個面 對 對不對 確實不一樣 對啊 當然就這個 當然大家 搞國際政治的就看出來 是因為中東太複雜了是不是 不是因為你很容易得罪人嘛 他非常小心 非常謹慎 我舉例啦 比如說沙地阿拉伯 我跟你講他跟美國關係之深 你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比如說 這個 沙地阿拉伯的那些王廚 一大堆有錢人 他幾乎都是在買美國的股票 他都是講英文 他根本就在美國讀書的 他根本就是半個美國人 或是在英國讀書的 可以這樣說 那他的生活型態都是 美國英國式的 都是 甚至追著女朋友 搞不好老婆也是西方人 所以你去想那個 他表面上 那個國家是非常保守啦 可是他個人的 經濟生活啦 文化生活 搞不好很多根本 跟美國沒什麼差別 然後 我跟你講 沙地阿拉伯在華盛頓的大使館 美國是用一個陸戰隊營在保護 你有看過這種國家嗎 沒有 那個就是沙地阿拉伯買的 因為他需要特別保護嘛 因為有很多恐怖分子要針對他 對 搞不好後來攻擊 美國可以用這個去交易 那 沙地阿拉伯 你去看他跟中國有這樣的 政治上的關係嘛 事實上 沙地阿拉伯去跟中國買武器 也是偶然的啦 因為美國第一優先是為了以色列 所以美國要賣任何尖端武器 都要問以色列的意見 以色列都說NO 偷偷不行 對嘛 所以他才從東風3到東風21 到軍用無人機 那最近在台灣隱形戰鬥機 對 都是要跟中國賣 對 因為美國通通都不賣 以色列通通都不點頭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只要美國這一點突然想通了 或者是說美國去勸以色列 說你不能這樣搞啊 搞到最後對你不一定有好處 我都沒朋友了 我怎麼幫你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跟你講卡在哪裡 卡在拜登嘛 如果是川普呢 賣 怎麼不賣 哪有這種問題 對 哪有這種問題 對 你去看川普一上台 2月2016 他2017就去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 對 哇也是大政仗 是啊 也是大政仗 歡迎他嘛 對不對 那沙烏地阿拉伯 當場就簽了 1100億美元的軍購案 對 全世界由此以來最大 對 1100億美元 是啊 多有錢 你看他多有錢 真的 嚇死了 到現在還沒交完 那後來就拜登上來 就東卡西卡 就不給啊 比如說隱形戰機就 考到現在還沒給人家 所以你說他跟美國有矛盾 我不認為 我認為是跟拜登有矛盾 對 因為也是拜登去拴那個 就卡西卡 卡西卡 川普也不在乎啊 對 川普還說 川普都不回應的 他們調查報告是拜登任內才公開 對 我坦白說啦 我認為 共和黨跟 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是非常好的 確實 確實 你去想想川普他的女婿 他怎麼去穿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根本就是拜登的原因 所以你不能從這裡去推論說 中國好像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就快要超過美國了 不是這樣啦 對 是拜登搞砸了啦 對 你應該這樣講會比較準確 對 南哥這個非常精準 非常精準 這樣會比較準確一點 沒錯 那中國當然有很大的進展 比如說 中東國家就不想進華為嘛 那他們確實也 需要人民幣交易嘛 這個也沒有辦法阻止 所以他們還是局限在經濟比較多 就美國你必須尊重人家嘛 對 因為 中國確實跟中東經濟互補性比較大嘛 對 人家基建能力強嘛 那華為性價比高嘛 那又是我石油的大買家 所以我們互補互利 你有什麼好反對 對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美國沒什麼話講嘛 可是你不能夠從這裡去推論出 它會有很深的政治跟軍事關係 對 南哥講完全完全 不能從這裡推論出來 沒錯 因為政治軍事關係真的有一些是 你來了啦 你有什麼情報 中東的情報都是CIA給的啦 你拿什麼情報啊 還有MI6 美國還有那個 以色列還有摩扎德 以色列不會給阿拉伯啦 我現在講的是 英國跟美國的情報機構給的啦 對 不然他們哪有人力搞情報啊 那些皇宮貴族才3300萬人 搞個屁情報啊 你說伊朗 他們那些聖誠旅的 那些人會搞一點情報 我還相信啦 因為什葉派就是比較兇悍嘛 那個瞬尼派真的沒幾個像樣的 軍事政治的領導人啊 真的沒幾個啦 所以你真的碰到那種生死問題的時候 誰來提供你軍事情報啊 英媚 當然就是英媚嘛 所以我跟你講 他真要搞你啊 太容易了 你搞不好連活都活不下去啊 就像剛剛大使說的 搞不好弄一個 把你殺掉都有可能 事實上指示MBS比較兇悍 然後先把他的哥哥弟弟 叔叔們都抓了嘛 就是他先搞宮廷政變嘛 那讓美國措手不及嘛 一時間找不到人來對付你啦 因為美國就是小看他了 我坦白講真的就是小看他了 因為美國本來想支持他的叔叔嘛 對 他的叔叔就是個庸才嘛 沒想到這傢伙這麼兇悍 一下就把那個兄弟們通通都抓了嘛 然後不是囚禁起來 叫你拿錢來放你出去 對不對 控制行動 控制生活 控制喜劇 本來還有那個花旗銀行投資的最大股東 也是阿拉伯王子啊 也被他抓啦 對不對 我是覺得是他做事兇悍啦 然後讓他 囂張一時啦 你知道我意思 就敢跟拜登對著幹 然後拜登一下也找不到替代方案 就說一下找不到人去處理他嘛 找不到人 因為叔叔已經快也很老了啦 那兄弟們都被幹掉了 不然就流放海外了 那也沒有足夠聲望的人 能接這個政權嘛 就鬥掉他你也推不出人來 美國不可能說他希望沙特大亂 不可能啦 當然 這個是不符合他的安全利益嘛 可是你不能夠這樣就說 美國就怕他了啦 他沒那麼偉大啦 我跟你講 沙烏地阿拉伯GDP只有7000億美元 跟台灣差不多耶 他事上經濟沒有那麼好 他就只有石油出口 是嘛 所以我說你用幾個數字 你就知道了嘛 人口3400萬 GDP7000億美元 這哪有多了不起啊 其實是 確實 以色列人口920萬 大概是他的四分之一 對 人家GDP是4000億美元 差一點點 所以以色列的經濟平衡好多了吧 就是各種高科技嘛 以色列又沒有優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也是很了不起啊 我們人口2400萬 也是接近7000億啊 對不對 我是說你從這種角度看啊 就是說 這國家沒有你想像那麼偉大 我的意思是這樣啦 可是 就是因為他是順尼派的老大 也不是 也不是說順尼派他是老大 他是順尼派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其他的順尼派不想玩這個嘛 其他順尼派國家有好幾個耶 土耳其 土耳其 也是順尼派阿 巴基斯坦也是順尼派阿 埃及也是順尼派阿 人家不想進來玩嘛 人家土耳其阿埃及都更大啊 人口都超過7000萬 當然啊 大國啊 那你人口只在3400萬 而且一大部分人都是耗磁懶做的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你從這個角度看啦 就是說 確實中共跟中國的關係 是在迅速發展當中 那主要是經濟上的 那也有金融上的 那我認為未來甚至會有科技上的 比如說華為 這個是必然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 美國沒有辦法阻止 就美國也要有一些地方 要尊重人家啦 比如說東南亞也在用華為啊 你美國能阻止嗎 對不對 你美國沒那麼偉大啦 所以你要去抵制歐洲 叫你們不能用華為 那歐盟後來真的沒用嘛 東南亞你去阻止看看 非洲你去阻止看看 誰甩你啊 那我覺得中東也有點類似 可是你不能從這邊去推論出說 中東的政治即將往東轉 這個還很遠啊 因為中國真的距離它太遠了 能插得上手的地緣政治的利益 我跟你講啊 因為長期在這個地方保護石油美元啊 美國在波灣有幾個基地你知道嗎 而且為了跟伊朗鬥爭啊 就什葉派啊 在順尼派這邊有多少基地你知道嗎 超過20個啊 中國連一個基地都沒有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過事實上你從這些面向看 會看得比較清楚啦 他就會知道說 美國優勢在哪裡然後 中國有哪些東西不能取代的 美國有哪些東西是不可能撼動的 尤其是如果換了總統之後 對 關係可能會很快修補起來 尤其是共和黨 我認為共和黨會迅速跟他恢復關係 就不會像拜登這麼蠢啦 就這樣啦 所以亮哥 所以中國大陸是因為太遠了 還是我就不想介入你們的這個世界 你們的鬥爭 或者是 我跟你講喔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連中亞才剛開始 他不會想要去 沒有那個太長了啦 沒有啦 他都有嘛 就零零星星都有嘛 我只能夠說每一個點都在發展中嘛 那可是成塊成塊的成型 目前做得最好的是東南亞嘛 OK 對 這大家都同意 對同意 另外也是非洲嘛 對不對 對 就是成塊在經營的嘛 那有一些就個別國家嘛 比如說中亞 中亞你敢說 中國跟哪一個公司特別好嗎 沒有 突厥國家好像也沒有 那那個 司坦國就有五國咧 對 對不對 那土地也蠻大的啊 那一帶一路都要經過啊 對 對不對 還要弄鐵路 那那個不是距離你的新疆更近 對 那我們講白了 阿富汗也更近啊 是 對不對 伊朗也更近啊 是 那你這些都還沒搞定 你要去搞中東 我大概懂亮哥的意思了啦 就是說 我今天去非洲 就算我在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 或兩個國家投資得很好 其他的也不會不爽 我到東南亞 我在菲律賓 我在越南投資 柬埔寨也不會不爽 可是如果我跑到這裡 我跟沙特超好的 看伊朗就不爽了 因為那有不同派 不同派 對 除非他的能量大到是 整個大陸在經營 對 就沒辦法 那東南亞他就已經是這樣 對 所以東南亞確實 有國家之間有恩怨嘛 可是中國已經跨出國家了 對 他是全區在經營 我覺得東南亞的恩怨 也沒有像中東這些國家的恩怨這麼深啊 沒有啦 因為一直都在打仗 對 你有什麼辦法 那比如說 你看東南亞就有很多跨國的組織嘛 什麼湄公河的共同開國 對對對 一大堆嘛 這裡完全沒有 中國都有嘛 對 中國都在裡面嘛 對 可是 就是 博安國家是什麼 大家都各走各的耶 燒掉阿博安一度跟卡達斷交了 對 對 關係可複雜了 好 睡前的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白桃風味酸甜好喝